大家好,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怎样用有限的食材 大家互相搭配而做出几个不同的松菜 以杭包菇为例,部分我用来炒蛋,部分用来炒饭 顾名思义杭包菇炒蛋有杭包菇,蛋,另外加了葱和蒜 准备好蛋汁之后,我加了2个茶匙的鱼露 我没有再加任何调味和盐了 爆香了杭包菇之后,我就下蒜和葱再炒 最后加入蛋汁再炒一轮,就变成这么漂亮的效果 是不是很简单呢? 好,让我吃给大家看看 来啦,来啦,第二个菜就是杭包菇西芹牛肉炒饭 我不是大厨,所以炒饭合乎自己口味就算了 材料包括杭包菇,牛肉,西芹,少少葱 牛肉我只会用一半,留一半做第二个菜 煎下了西芹和杭包菇爆香 然后才下牛肉炒 牛肉我调了味 但是呢,当我加完饭下去,继续炒均匀之后 我都会再试一试味 最后我都加了少少鱼露 就完成了这个炒饭了 好,我们看看小芥菜的三个命运 首先炒了五花蓝 接着陪着碎鸡 最后和碎牛肉炒成一堆 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了 想继续看我短片的 请按like,share和subscribe 即是订阅,多谢各位